反正我呢 也不管他以前为什么对我不好 现在为什么又对我好了 管他呢 他对我好就好了 他对我好是应该的是吧 哦 再加点儿葱 是 严妈 你怎么了 你好像哭了 哦 哦 二太太 我是说 我来上海这么多年 还没有哪个太太 对我这么好过 这有什么呀 我们都是女人嘛 女人之间啊 就应该说说女人的话 不说话 不憋死啊 快快快 加水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紫青啊 你猜 我今天看见什么了 看见什么了 不是你 我今天在书店看见一个人 要不是因为他脸上长了个疤 我还真以为是你呢 那后来呢 后来就更奇怪了 他一见我就跑掉了 我去追呢又没追着 你说 他为什么见到我就跑呢 难道 难道他认识我呀 这天底下长得像的人多了 你就别瞎想了 对了 哪次你要是再去那个书店 也带上我 看我能不能碰上他 我也想看看 我和他到底有多想 奶奶叫我去吃饭呢 你去不去啊 又没叫我 我就不去了 你看你 你不是说奶奶已经喜欢你了吗 还送你手镯 吃饭这样的小事 你还跟他计较 我真的不是跟他计较 我是觉得呀 你好长时间没有陪奶奶了 应该多抽点时间陪陪他 原本你爸你妈也可以去 现在去不了了 好了 你去吧 我回去了 多吃点 好吃吗 很好吃 很像是 正宗的西唐人做的菜 看样子你的手艺有长进了 那当然喽 我的厨艺当然有长进了 骗你大 不是我做的 是袁妈帮我做的 袁妈 她可是正宗的西唐人 当然会做西唐菜了 怎么了 怎么了 锦铃啊 没家住 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是不是和袁妈很熟啊 不过也不太熟 只是啊 家里面没有固定的丫头嘛 她有的时候过来帮帮我 来跟我说说话什么的 袁妈这个人啊 挺好的 手脚也勤快 怪不得袁小姐离不开她 嫁到我们张家来还带着她 袁妈是什么时候到袁小姐家的 嗯 是二十年前吧 对对对 二十年前 她到袁家去当奶妈的 那 二十年前来当奶妈 袁妈她自己的孩子呢 哎 这倒没听她提起过 她自己有孩子嘛 应该有孩子吧 有孩子才能当奶妈嘛 是不是啊 是是 哎呀 那她自己有孩子 应该也有二十多岁了吧 哎呀 自己有孩子 给人家去当奶妈 她自己的孩子放在家里面 也挺可怜的哦 真是 嗯 嗯 怎么了 锦铃 你怎么了 啊 啊 嗯 嗯 我吃饱了 菜很好吃 嗯 我有点累了 我先去休息一下 嗯 嗯 你刚才还说很饿 你没吃什么呀 嗯 你刚才还说很饿 你没吃什么呀 唱哒 你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锦铜啊 要你先睡会儿吧 紫青啊 好久没陪奶奶吃饭了 吃得还好吧 好 挺好的 这都是你爱吃的菜 你总在公司里忙 肯定吃不好 有空啊 回奶奶这儿来 我让他们给你做好吃的 奶奶 只要我有空 就会来陪您的 子清啊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袁姑娘啊 不好意思跟奶奶说 那就是喜欢 是不是 袁姑娘她人特别好 是啊 袁姑娘好 子清啊 这一阵子家里的事是多了一点 等家里太平点的时候 就给你们拜堂 正式成亲 你看好吗 我不能 怎么了 子清 你不愿意啊 哦 我明白了 你呀 是喜欢袁姑娘 但不愿意这么早成亲 你是想趁年轻多学点多干点 是不是 是的 奶奶 我知道 你是想先干番事业 但结婚也是必须做的大事 奶奶不要你现在就成亲 只是先给你打个招呼 你累了一天了 先回去休息吧 那你也歇着 我走了 刚才就是做什么 在室家那里 你就听老公 什么元家 语言 你去 我每个人来 你发挤 什么 你离开西塘几十年了 中间又没有回去过几趟 你要回去看看也是正常的 你明知道我心里想什么 还跟我打岔 老夫人 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 我可以尝尝 你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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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着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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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弟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我说了让你少压点 就是不听 我怎么没听啊 你们几个先回房去吧 是 快走 走 我今天手机可真呗 说了这么多 你说你也不提醒我一句 我跟你说了 让你少压点呢 真是 还怨我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 我这 舅爷 是大小姐发现了我们 又把我们赶回来的 真是乱叹琴 她叫你们回来就回来啊 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我告诉你们 大小姐出了事 我就赶你们走 跟了我这么长时间了 不知道晚上哪里 快点回去 盯着点 是 舅爷 走 过来 快点回去 快点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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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最商量才可以 和树 把人叫这儿来 是 妈小心啊 走 走 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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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喜 美云 快 快 站住 干吗 他 快走 走 走 站住 快 抓住他 抓起来 别走 抓他 你小子 还动 你很能干 是吧 找死 三儿 把他交给九爷 我去看一下小姐 明白 再走 兄弟们 待会儿完事儿 咱去喝酒打牌 好 快点 九爷哪儿还挡着呢 干什么 先更半夜的 刚抓住一个捣乱的 就你这人胆子不小啊 瞧你这样也不是个好东西 你 我去找别的人 把这人给我带走 走 走 好 算你狠 走 走 走 我这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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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人 传计的事 你也要找到 你不得了 我还能赶紧 你不得了 我还是要找到 还有我 她就得了 我还想不得了 美云 美云 你醒醒 美云 美云 你醒醒 美云 美云 你要撑着点 撑着点啊 美云 你要撑着点 我有多 ident愿 静零 能看到你为我着急 死也甘心了 美人 你不要这么说 你不会的 美人 不要这么说 放棄我 放棄我 美人 你撑着点 顾先生已经拿药去了 你不会有事的 美云 你相信我 不会有事的 你别骗我了 我知道我要走 不会的 不会的 你不能走啊 妈 妈 美云啊 你可要撑住啊 老奶奶 我要走了 我想叫你一声骂 行吗 我就是你妈 孩子也会好起来的 会好的 我就是你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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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灵大哭 我走了 她就更孤独了 求妈 快带金灵 媳妇走的 你会安心的 你会的 我会的 妈 妈 妈 媚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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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上三天这个药水就会好的 这帮小贼 真是太可恶了 打不过就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 子卿 顾先生有没有说 我的脸上会不会留疤呀 顾先生说不会 他从来不说假话 那 那要是我脸上留疤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丑啊 就算你脸上有刀疤 我也觉得你是天下最好看的女人 小姐 顾先生给的药煎好了 趁热喝吧 趁热喝吧 嗯 老婆 园妈 二太太 他怎么样了 老太太跟何叔都在那儿 好像情况不太好 元妈 子清 那你们扶我 我要去看看二太太 你先别动 你伤成这样 还是好好休息吧 不行啊 二太太平常对我这么好 这种时候 我一定要去的 你们扶我去好吗 好好好 我们扶她去吧 要不然啊 她会着急的 来 孝敬你慢点啊 好 来 慢点 没事 好 奶奶 老夫人 二太太她怎么样了 美云 美云她走了 我 我 我要去看看二太太 我 我 我要去看看二太太 我 我 说你怎么这么笨呢 本来抓了个活口 我们在九爷面前好有个交代 现在可好了 你让我怎么办 什么可好了 九爷 大晚上的 你们俩让着什么 九爷 你怎么现在回来了 那边没事吧 九爷 出事了 什么 出什么事了 又一帮黑衣人 在张家大院抢劫 还用枪伤了人 是啊 稍微伤了大小姐 小姐没中枪 不过张家二太太 替张家老太太打了一枪 小姐她 小姐怎么了 你快跟我说 怎么了 九爷 小姐被那帮贼 用米粉迷了眼 还在脸上划了一刀 什么 他奶奶的 迷了眼 还 还伤了脸 走 到张家看回去 九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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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啊 大小姐没什么大碍 顾天一先生已经去过了 倒是说张家二太太过不了今晚 九爷 您看 咱们现在去惊重张家 小姐知道了 肯定不会高兴 是啊 好看 还是等天亮了再去吧 你知道 是谁干的吗 人抓到了吗 人倒是抓到了 但是 又让警察局的人给带走了 什么 你们这俩笨蛋 这么点小事都办不了 好不容易抓个活口 还叫人结了 走 看看去 九爷 您听我说 都这么晚了 您去了警察局 人家也不给您提人啊 要不 咱们 还是明天早上再去吧 什么明天早晨 张家张家不能去 警察局又去不了 你们俩正是气死我了 胡哥 你说这都怪你 能怪我吗 你说抓回来不就没事了吗 那我 行行行行 走走走 走 没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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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 夫人 就是 这帮贼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可说 这帮贼是为什么来的 难道是 底气 李大葵呢 李大葵被人抓住了 送到警察局去了 你们怎么会让他被抓住的 下去 是 立场 打不抵 队里大葵 不抵 是不是 地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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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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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这事你总得回去一趟吧 家里出这么大事 我不可能置身事外 再说二婶他平日对我不错 他又是替奶奶死的 我得送他一程 只是现在寒昌在家里 我得想个办法才能回去 嗯 他又看见是 他现在英语 爹 他是个好 是 您便当哥 我达到老公 不是 我达到老公 这都不遅了 是的 可是今天我得到了报告 那个人今天早上已经在牢里死了 什么 死了 这怎么可能死了呢 他昨天晚上刚抓来 今天早上就死了 你现在说这话谁信呢 你是不是拿我开玩笑啊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人吗 刚才我请顾探长来 就是为了要调查这个人 我也想从他身上打开个缺口 查查看 昨天张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是他已经自杀了 线索断了 这就是从昨天抓到的那个人身上搜出来的脏物 这东西能让我带回去吗 从道理上讲不可以的 因为您不是尸辱 沈写法 管子 他还不想干什么 你不能讲 你不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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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找到 他在这儿 他还不想干什么 你不想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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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啊 顾探长 哎 你带九爷去办个手续 让他把那些东西都拿拿拿拿走 是 九爷 请 别神气 九爷 请 什么 什么 那些东西 这些东西 大路 那些东西 在这儿 就定是 一路 有拆 好的 你 请 我也不想 走 拆 这些东西 蝕 以后少不了麻烦你购物探长 好说好说 九爷 静如 静如 九爷 您来了 爸 妖狐 静如 爸 怎么会成这样啊 没事的 爸 走 让我看一下 疼不疼了 不疼了 爸 眼睛怎么了 没事 迷了 过两天就好了 不会留什么疤吧 不会的 爸 顾医生说了 这个疤呀 过两天就好了 一点都不会留下来的 这帮汪八蛋 那小子要不被灭口的话 我找出是谁 我非杀了他不恐 爸 这帮汪八蛋 这帮汪八蛋 谁被灭口了 就是昨天晚上来偷东西的那混小子 你看这怪不怪 昨晚上关进警察局 今天一大早就死了 这不是灭口是什么 不就是几个小偷吗 干嘛要灭口啊 说的也是啊 我也觉得这事儿奇怪 没事 我让顾探长去查去了 对了 还没吃饭吧 袁虎 唐总 妻子 不正是 那些是 他相公 能不能 现在 他相公 他的适合 他不肯 他不肯 女儿的话我还能不听吗 你先吃东西 吃完了好好休息 好好养伤 知道了 爸 爸爸还等你 回去陪我喝小酒呢 好 那我走了 坐下 坐下 听话 好好养伤 多吃东西 乖 我走了 再见 爸 走 小姐 我们走了 再见 老夫人 袁某来打扰了 请坐 九爷前来所为何事 袁某知道府上遭到不幸 那是什么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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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某 欺负 好像是什么 最后 是我的 是什么 loudly 你 又是什么 就